指揮中心宣布啊 因為疫情嚴峻 即日起 國中 國小生 開始全面 線上教學 好 那今天就這樣 上會 不要去學校了 爽啦 好爽喔 怎麼那麼爽啊 難道 近視 也找上我了嗎 看小屁哥變成這樣子完全不意外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長哥哥 各位家長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兩年 國小學童的近視增加得好快啊 原本根據調查 已經連續8年左右的時間 國小學童的視力不良率都呈現下降的狀態 結果在這疫情的兩年 這個視力不良率竟然顯著的增長啊 這個近視可以說是小朋友間最流行的疾病了 大家看我們的小屁哥 我從沒有戴眼鏡 都變成戴琪眼鏡來了 你的同學最近是不是很多人近視啊 什麼 這種事也可以被你料到 那當然 你以為我是誰啊 不過雖然說你已經戴眼鏡了 你知道現在市面上有一種眼鏡 還可以幫助減緩近視嗎 什麼 有這種事 當然 不過你要先回答我 近視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近視 這還不簡單 我上網課都有教到喔 基本上如果我們要看清楚東西 這個光線要聚焦在我們的視網膜上 這樣子我們才能看得清楚 可是今天如果 眼球變形了 眼周變長了 導致這個聚焦的光線呢 聚焦在視網膜的前方 我們看不清楚了 這個就叫做近視 這時候我們看東西 就要非常非常近的看 喔 才能看得清楚喔 哎唷 真的有在用功耶 嗯 就是有在用功才會近視 沒收工就罵髒話 但是你講的也是沒有錯 其實近視的主要原因有兩種 一種是遺傳因素 一種是環境因素 遺傳因素很簡單理解 如果你爸爸媽媽都有近視 那你得到近視的機會就比較高 環境遺素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 這個用眼過度啊 用眼距離過短啊 這個光線不足啊 都會有影響喔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會近視 還真的是要謝謝哥媽啊 哼 沒大沒小 那像你們小朋友常常得到的 假性近視啊 指的是這個調整我們眼球焦距的 這個結狀肌 因為常常在看一些近距離物體的時候 過度緊繃而用力 造成沒有辦法完全放鬆 喔 這時候就有所謂的 假性近視的發生啊 那這個假性近視度數 常常是小於150度 當醫生使用一些 暫酮劑治療 喔 這個結狀肌放鬆之後 視力就有可能得以恢復 但是要小心啊 如果假性近視沒有矯身回來 時間久了 這個肌肉壓力造成眼睛開始變形 眼周變長 就會變成真正的近視喔 那是不是代表我一旦近視 就沒有回頭路了 可惡 我要打開我的時光門 逆轉時間 小屁孩 你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了 既然都已經近視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 預防近視度數再加深啊 根據WHO的定義啊 這個500度以上的近視 就稱為高度近視 台灣目前近視人口高達9成 如果不注意近視的防範 這個高度近視 它的併發症很可怕的啊 可能會增加這個 死亡膜病變啊 王斑部病變啊 這個青光眼白內臟 種種的風險都會上升啊 難道黑暗的力量 要把我的視力給奪走了嗎 因此為了要減緩度數的上升啊 目前有幾種抑制的方法 那其實主要目的都是要去減緩 我們眼球的變形 減緩眼軸的增長啊 那以下是常用的幾種方法 一 使用散銅劑 散銅劑這個藥物 它可以去麻痹你的結狀劑 那可以去減緩你的眼軸增長 那減緩近視進展的這個速度啊 使用散銅劑當然也有副作用 因為你瞳孔會放大嘛 所以你會怕光 那你看近距離會不清楚 所以可能會影響 某些小朋友的一些日常作息 偉光的我只能屈服於黑暗中了嗎 嗯 2 佩戴角膜塑型片 角膜塑型片是特殊的 醫療專用硬式隱形眼鏡 依照個人的眼球區光度啊 角膜區律跟角膜的特性量身定制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佩戴6到8小時能達到腰 或角膜使角膜中心的弧度變平的效果 幫助影像正確聚焦在視網膜上 長期使用更能夠穩定控制孩子的近視狀況 避免度數持續增長 不過角膜塑型片雖然說能夠達到 控制實力的效果也是有它的缺點 第一個它戴起來有異物感 第二個它對你眼睛 畢竟來講還是外霧 所以它有一定的感染風險 這個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哼 我才不會讓這曲曲的角膜塑型片 縫印住我的能力呢 第三種方式 佩戴微透鏡近視控制晶片 近期市面上有一種新技術的眼鏡晶片 能在不影響眼鏡成像的情況下 達到近視控制的效果 HOT 微透鏡鏡片技術 其實它的原理跟角膜塑型片很類似 只是它的科技更為先進 而且少了異物感 它的原理是以上千個微透鏡 組成11圈的微透鏡星環圍繞在鏡片上 在配戴這個鏡片的時候 光線會穿透鏡片正中央 讓焦點落於視網膜上成像 做到正常矯正視力的功用 而微透鏡星環能夠輔助光線 焦點落於視網膜的前方 發揮近視離焦作用 形成立體減速訊號區 可以減緩眼軸增長 進而控制近視度數的增加喔 而且目前像小批科這樣子 常常需要看電腦上課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考慮額外再加上 綠藍光功能的這個鏡片 多重保護更安心 喔喔我這輩子還沒感到那麼完整過 那麼以上三種方式呢 家長可以在諮詢眼科醫生之後呢 選擇最適合的治療方式喔 1 注意近距離用眼的時間 很多家長為了預防小朋友近視啊 常常會規定看電視的時間 但這其實並不是造成近視的主要原因喔 近距離的用眼才是 因此原則上螢幕越小距離越近 所以視力的影響越大 所以電視螢幕優於電腦 電腦又優於手機 那有關用眼的距離 眼科醫師是建議呢 使用電腦的時候 眼睛跟螢幕的距離要維持60到70公分 手機則要維持30到40公分 而觀看電視螢幕的距離呢 應該是螢幕對角線的2.5倍以上 建議小朋友每天3C螢幕的總時間 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而且每看30分鐘就要休息10分鐘喔 2.適量的曬太陽 那其實要預防近視 不用花大錢啦 只要到戶外運動 接觸這個陽光日照 就能夠預防近視發生喔 那根據研究 陽光是有可能可以增加這個 視網膜多巴胺分泌的量 進而抑制眼軸生長 那戶外遠距離的視野 也會減少這個肌肉的緊繃程度 延緩這個眼球增長啊 還能順便減肥啊 多棒啊 那除了上面兩個原則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些預防的方式啦 比如說多攝取抗氧化的食物啊 比如說菠菜 南瓜 堅果 蛋 魚類 水果等等 或是8小時以上充足的睡眠 這些都是在研究上 能夠幫助視力的方式喔 那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基本上你可以每半年到一年 去接受一下視力檢查 看一下視力有沒有什麼巨大的變化 那如果真的近視了 一定要趕快去找醫師 去尋求有沒有一些合適的解決方案 解決你心事的問題喔 那麼這集就到這邊啊 喜歡我的頻道 就記得持續訂閱 之後會推出更多精彩有趣的醫學知識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拜拜